1934年12月1日 湘江之战结束 中央红军从8.6万锐减到了3万多人 之后中央红军攻占尊义周围南北长沿200公里 东西宽约100公里的广大区域 并顺利召开尊义会议 重新确立了教员的领导地位 1月20日 教员等人到达通知 在这里中哥军委制定了一个宏大的作战计划 一 中央红军迅速度过赤水 再从宜宾和卢州中间渡过长江 随后沿四川西部山区北进 与川陕交界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建立川西或者川西北根据地 2 为配合中央红军顺利渡过长江 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应该积极向重庆方向发展 牵制川军 3 为配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赤花整个四川 贺龙与萧克所率领的红二六军团 应该向恩师方向发展 以切断长江水路 但是蒋介石已经料到中央红军要与红四方面去会合 在红军发布该计划的前一天 蒋介石就下达了 关于在长江南岸围剿中央红军的计划 1 川军十个旅在长江南岸修筑两条碉堡防线 2 薛越率领的十万中央军沿乌江不防防止红军南下惠阳 3 电军四个旅两万多人在西边不防防止红军西境 4 乡军在东线修筑碉堡防线防止红军东归 5 千军前去收复遵义同资等地 总之东南西北大约40万的兵力将中央红军团团围了起来 不过这40万国军里只有千军和川军最为积极 千军之所以积极是因为王嘉烈当时最主要的地盘就两个 贵阳和孙义 而贵阳已经被薛越带领的十万国民党中央军给占了 所以王嘉烈只能期望早点收复孙义有个容身之地 川军之所以积极 是因为过去的三年里张国陶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 在四川北部不断扩张 已经让四川军阀刘湘头疼不已 如今又来了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 再搞下去整个四川必然会被赤化 所以刘湘不但在长江以南布置了严密的防线 还派了四川名将郭勋奇 从温水镇出发率领三个旅追击中央红军 1月25日 为了尽快北渡长江 红军前锋兵分两路杀向了赤水城 第一路 林彪率领红一军团从土城北部出发 在西边进行主攻 第二路 罗秉辉率领红九军团从西水县出发 在东边配合红一军团进攻 1月26日早晨 战斗正式打响 林彪命令红一军团第一师和第二师 从赤水和两岸齐兜并进 对赤水县进行南北加击 第一师市长李俊辉在行军的路上 听说赤水县县长命令各乡王县城里运送稻草 给前来支援的川军当铺盖用 于是他心生一技 命令两个牌化装成了运送稻草的农民 把枪藏在稻草里面 另外还派了一个团远远的跟在后面 准备偷袭赤水城 但是在距离赤水城还有十几里的时候 化装成农民的红军刚好遇到了川军的一个团 在川军排问的时候 红军战士浓浓的江西口音 立刻引起了川军的怀疑 双方大战一触即发 川军凭借武器上的优势 火速占领了附近的高地 把红军牢牢的压制在了一条狭窄的通道内 虽然红军进行了十几次冲锋 死伤甚多 但始终没能拉下高地 只好撤出了战斗 第二次这边也非常糟糕 他们在距离赤水线还有十几里的时候 也遇到了川军的两个团 在一番激战之后 第二次伤亡极大也被迫撤出了战斗 红九军团那边和红一军团一样 和川军在一个河谷里打了整整一个白天 最后也因为伤亡过大撤出了战斗 三路红军拳头失败而归 川军彪悍的战斗力 让刚刚到达土城的毛主席 周恩来朱德等人大吃一惊 但令他们不安的还在后面 郭勋奇率领六个团 合计一万多川军 已经到达了土城附近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 西游赤水 三万多红军被紧紧的压缩在了 土城与赤水线之间 军情瞬间变得异常紧急 为了打破这种不利局面 毛主席决定集中优势兵力 在土城附近打一个漂亮的机密战 灭了郭勋奇的川军以孤武士气 但不幸的是 由于情报失误 把郭勋奇的六个团当成了四个团 由此引发了一场更大的失败 28日凌晨 彭德关率领红三军团 董正堂率领红五军团 大约一万多人 随驻扎在青杠坡的川军 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但川军的勇猛 完全超出了红军的预料 每一个阵地 双方都拟来我往 反复争夺 谁也不肯退让 六个小时以后 红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仍然没能突破川军的阵地 红三军团第四师 石团政委杨勇 也在战斗中受了伤 子弹从他的右塞打进 由唇部穿出 打掉了他的六颗牙齿 更要命的是 川军的一个旅又赶了过来 对红军进行了疯狂的反复 红军防线瞬间被突破 川军一路高歌猛进 一直打到了中哥军委指挥部的附近 诸德刘伯成见状 立刻跑出了指挥部 赶往前沿阵地 亲自指挥战斗 毛主席本乡阻拦 但诸德斩钉截铁的说道 老伙计不要考虑我个人的安全 只要红军能够胜利 区区一个诸德又何惜 毛主席听吧 感动不已 急忙命令陈庚率领 干部团一千多人 跟着朱总司令冲到了前线 在陈庚的带领下 干部团成员不断的冲锋 战斗的格外勇猛 格外惨烈 毛主席情不自禁地说道 这个陈庚可以当军长 可是勇气毕竟代替不了火力 双方又激战了几个小时 红军仍然没能打对 川军的进攻 就在这危险的时刻 下午两点 红衣军团第二次终于赶到了 中国军委立刻调整战斗部署 命令红衣军团第二次 从正面进攻 红三军团 红五军团 从左右两翼进攻 对川军发起了总攻 所有人都以为 这一次肯定要把川军打得回家找麻 但现实再一次让所有人大跌眼睛 红军即便有了胜利军 进攻仍然很不顺利 双方又打了三个小时 直到下午五点 仍然成胶着状态 中国军委见状 全部意识到大事不妙 赶紧召开了一次 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 唯一一次在战斗中 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会议很快达成了共识 不能再这么打下去 必须立刻扔掉所有重型装备 包括打完了炮弹的大炮 脱离战场 向西渡过赤水 占据古林和旭勇两线 在北渡畅江 毛主席 朱德 刘伯成 负责继续指挥战斗 周文兰负责搭建福桥 陈云负责伤员 以及扔掉重型装备 1月29日凌晨3点 中央红军和川军 打了整整24个小时之后 终于开始强度赤水 由于川军在后面紧追不舍 这次后撤 红军也显得比较狼狈 挑战的民夫几乎全部逃跑 正在土城休息的休养帘 也被前线撤下来的红军冲散了 朱德夫人康克清 为了掩护战友撤退 竟然被川军抓住了背包 幸好康克清身手敏捷 立刻扔掉了背包 这才逃得一命 29日中午 中央红军终于摆脱了川军的追击 全部渡过了赤水 按照北渡长江的计划 2月1日 红衣军团第二次一路急行 对旭永县发起了进攻 但是守城的村军 再一次让红军吃了大亏 旭永县县长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把城外的一千多间民战全部拆除 并沿着城墙挖了壕沟 修了碉堡 第二次打了整整三天 死伤极其惨重 仍然没能攻下旭永 2月4日 毛主席只好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 命令全军向西转移 进入云南境内的扎西 两天之后 中央红军终于到达了扎西 盘点了一下声音马 中央红军竟然从三万多人 变成了两万多人 尤其是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 在土城之战中 为了掩护红军主力撤退 损失极其惨重 至少十个连 只剩下了连长一人 到最后 这十个连长 只好组成了一个班 一连串的失败 让红军上上下下 都陷入了极为迷茫的状态 尤其是毛主席 压力巨大 因为打赤水 首吐成 龚旭勇是遵义会议以来 他制定 以及指挥的第一场战役 三战三败的战绩 难免让那些 不希望他付出的人 指手画脚 外有大兵压境 内有派别矛盾 红军急需一场胜利 但红军又该何去何从 毛主席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直到六天之后 才有了那个被厚文津津乐道的神来之笔